把立法院当空气 然后把国会的所做的些决议当成耳边风 委员对我们的误会颇深 这下误会是否要赶紧历清 国民党立委汪小林先从预算拿出实例 政府宣传费怎么花 也是高达差不多3600多万 他的观看次数真的是惨不忍睹 只有133次 认为花出去的钱跟实际效益有极大落差 针对自己专业逼问院长 通过了一个与大法官意见不同的法律 请问院长部长你们要如何因应 你们会依法行政吗 达到这些条件 当然可以做一些在修法上的讨论 呛声视线未必能拘束国会 因此汪小离也提案 大法官决于同一门槛 从现行的二分之一提高到三分之二 更以德国联邦宪法为例 强调台湾非特例 在无力为反对下竞赴二毒 他这个做法不是对执政党而已 事实上他等于对于人民去寻求 大法官做裁定的救济 也是把人民的权力大幅的降低 我觉得他们是有带着太多 政治性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修法 认为有问题就提出 别等事后放马后炮 直官员出席立院备巡 请假状况委员很气 目前有成立还是没有成立 我们有成立一个记者 好那你不用说你可以先下去 除非出国或有特别重要且迫切的公务 部会首长不宜请假 台院长展现公道博一面 也适时扮演朝野垂华剂 公家兵委员刚刚手术完毕 今天是负伤咨询 这个咨询的精神令人感佩 向来对立了国会殿堂 难得一见朝野如此和气 TVBS兴花最深年讯 SO组台北超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